大家好,这里是佛之人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过了今晚你会非常有钱,只是你要接住财运,接住了,财运暴涨。 与许多人来说,拜佛是一种心灵的进化方式,是冥想,也是增加祝福和运气的行为。 寺庙座位虔诚祈祷的场所,自然显得神圣庄严。 然而少有人知道,并非所有人都适合进入寺庙拜佛,尤其是根据中国的生肖文化。 有些人其实不适合平凡,进入寺庙或进行敬拜活动。 首先,有一部分人天生,带有强烈的福运,他们似乎与生俱来,受到神佛的庇佑,生活顺利且充满好运。 对于这些人来说,去寺庙拜佛不仅没有明显的必要,甚至可能无意中打扰了神灵的安排。 因此,过多的祈求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倒会影响本来的好运。 再者,还有一些人,并不相信神佛的存在,处于迷信或随大流而去拜佛,心中并没有真正的敬畏和信仰。 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可能被视为亵渎,神佛反而会损害自身的运势。 敬拜神佛追求的是一种虔诚与专注,而非形式上的仪式。 因此,心不成者贸然拜佛,非但无法增运,反而可能导致霉运。 现代社会中人的心态复杂多变,拜佛也不像古时那般纯粹。 一些人带着各种杂念或贪欲前往寺庙,期待通过拜佛迅速,获得财富或权利。 这与拜佛的初衷相悖。 拜佛的讲究原本不在于复杂的禁忌,而在于一颗真诚的心。 然而如今,真心拜佛的人逐渐稀少。 许多拜佛者心中仍有疑惑或抱有功利心,导致禁忌增多,种种限制因此而来。 至于生效与拜佛的关系,根据中国的传统,风水和命理学说, 不同的生效有着各自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轨迹。 某些生效的人由于与某些神灵或寺庙气场不合, 可能不适合平凡进行拜佛活动。 特别有一些生效的人,就不适合拜佛。 因此了解自己的生效,与寺庙的气场是否相和,显得尤为重要。 总的来说,拜佛追求的是,内心的虔诚与宁静, 而并非单纯的形式。 生效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结合自身的生效特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去接近神佛,才是运势亨通的关键。 那么什么生效不能拜佛呢? 一起来看看第一个生效虎的人, 通常凭借自己的勇气和能力, 能够在生活中游刃有余,平安度日。 他们天生具备,强烈的自信和独立性。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无需依赖外力, 或神佛来保佑自己。 从命理角度来看, 生效虎的守护神, 是虚空中的菩萨, 而非具体的某位佛火神明。 因此,即使他们拜其他神佛, 对运势的影响也不大, 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属虎的人性格刚毅勇敢, 面对挑战时往往能够靠, 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这种性格让他们对神佛之类的传说, 并没有那么多的经纬, 他们相信更多的是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寄托于外力的庇佑。 这种无畏和自信让属虎的人, 在生活中不常寻求神佛的帮助, 甚至觉得拜佛并不能真正, 为自己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然而,正因为如此, 当属虎的人真正决定虔诚拜佛时, 往往是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甚至感到无力应对。 这时他们的拜佛行为, 是迫于无奈的选择, 是在绝望之中寻找。 最后一线生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行为带有功利色彩, 因为他们并非为了感恩, 或心灵的宁静而拜佛, 而是希望神佛能够, 为他们解决眼前的难题。 这样的拜佛动机, 其实, 违背了神佛的初衷, 显得不够真诚,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解读。 在传统信仰中, 拜佛讲求的是一颗, 纯净的心和长久的虔诚, 而不是临时抱佛脚的求助。 对于熟虎的人来说, 当他们在绝望时, 才求助于神佛, 但有很降的功利性, 希望通过一次祈祷, 就能获得利己的帮助。 这种填鸭式的行为, 往往难以引起神佛的回应, 甚至可能让神佛感到不悦。 因为神佛更重视的是, 信徒的真诚与内心的纯净, 而非急功近利的祈求。 因此对于熟虎的人来说, 拜佛的实际意义并不大, 与其将希望寄托于 神佛解决眼前的困难, 不如继续依靠 自己的一贯勇气 和决心走出困境, 只有当他们能够 真正理解拜佛的意义, 不再急于求成, 或许神佛才会真正庇佑他们。 而在此之前, 平凡的功利性拜佛反而, 有可能为他们带来 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第二个生肖鼠的人, 不适合拜佛, 这不仅与他们天生的命力, 和性格特征相关, 也与他们的守护深有直接关系。 一般来说, 鼠人的运势相对强劲, 他们的命力中有很降的 自我调节能力, 能够化解大多数 生活中的困境。 鼠人往往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应对各种挑战, 很少需要依赖外界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因此他们不需要通过拜佛, 来获得外界的能量。 鼠人靠自己的智慧和灵活性, 足以应付人生中的大部分问题。 从命理角度来看, 鼠人的守护神是观世音菩萨, 这位慈悲的菩萨, 以救苦救难闻名, 是鼠人冥冥之中的庇佑者。 因此,鼠人若要拜神佛, 其实只需要心中, 默念观世音的名号, 便能得到足够的庇护。 而若去拜其他的神佛, 对他们的财运和命运的帮助, 其实并不显着, 这就像是他们天生, 已经得到了特定的守护, 不需要再依靠, 其他神灵来增加好运。 拜佛讲究的是一颗, 安静虔诚的心。 而鼠人往往精力充沛, 思维敏捷, 心中总有许多盘算和想法, 他们很难真正静下心来, 进行深刻的冥想或祈祷。 即使他们参与了拜佛的活动, 也可能是带有某种功利性, 希望通过某个特定的行为, 获得某种实质的回报。 这与佛教中提倡的无私, 宁静, 心灵的平和有所矛盾。 此外, 属人往往更相信自身的能力和努力, 而非依靠外力, 他们擅长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聪明才智获得财富和成功。 拜佛这种带有祈愿性质的行为, 在他们眼中可能并不可靠。 他们宁可通过自己精心设计的计划来获取财富和成就, 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佛前的祈祷上。 由于这种性格特点, 属人在拜佛时常常心怀杂念, 难以真正投入其中。 这也让他们的拜佛行为变得形式化, 缺少实质意义。 因此,从生效命理的角度来看, 属人其实无需依赖拜佛, 来增进自己的运势, 与其花时间, 在神佛面前祈求庇护。 属人更适合继续依赖自己的灵活思维和机制, 去解决问题和获得财富。 实际上, 他们天生的财运已经足够强大, 能够应付大多数挑战, 过度依赖神佛反而可能, 让他们忽视自身的潜力和能力。 对于属人来说, 信仰的意义不在于形式上的敬拜, 而在于内心的智慧与机敏, 这是他们最降的武器。 第三个生效龙, 在十二生效中的地位, 无疑是独特且崇高的。 作为十二生效中唯一的神兽, 龙象征着力量、威严与尊贵。 这种特殊的身份赋予属龙的人, 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使他们在命运和人生轨迹中, 显得与众不同。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 属龙的人天生居有王者风范, 享有较好的运势和资源, 咫尺正因如此, 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依靠自身的能力和天赋便能取得成就, 并不需要借助外界的神佛力量来帮助自己。 性格方面, 属龙的人天生浪漫, 富有想象力, 他们往往对宗教、玄学以及神秘学等领域抱有浓厚的兴趣, 与其他生肖相比, 属龙的人更愿意探索未知的领域, 尤其是那些与神秘力量相关的事物, 因此表面上看, 他们似乎适合拜佛, 因为拜佛的过程本身与信仰玄学有一定的联系, 而且根据生肖命理, 属龙的人受到普贤菩萨的庇佑, 拜其他神佛的作用并不显着, 他们的守护神早已在冥冥中, 为他们带来了好运。 对于属龙的人来说, 拜佛往往带有很降的功利色彩, 他们可能并非因为信仰本身, 而是为了实现某种个人目标或利益而去拜佛。 当属龙的人选择敬拜神佛时, 通常是因为他们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 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 这种利益驱动的虔诚是脆弱的, 因为它并非源自内心的信仰, 而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成功和财富的渴望, 相比于那些在变故中求助于佛祖庇佑的人, 属龙的人更多的是将拜佛当作一种获取外界帮助的工具。 一旦利益达成, 他们对佛的信仰往往会随之淡泊。 属龙的人由于天生具备较高的能力和资源, 想要取得一番成就, 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 他们本身具备的优势, 让他们少有需要。 依靠神佛的时刻, 即使在生活中遇到变故, 属龙的人也习惯通过 自己的力量 去应对和解决问题, 而不是求助于外在的神明。 因此, 他们的拜佛行为缺乏持久性和深度信仰的支撑。 当生活平稳时, 他们可能会为了追求更多利益而偶尔拜佛, 但当生活出现大变故事, 他们往往会失去对神佛的关注和信仰, 因为他们无法再投入金币, 去维持这种功利性的拜佛行为。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属龙的人并不适合轻易拜佛, 他们的拜佛行为大多出于 个人利益的需求, 而非发自内心的虔诚。 在面对真正的困境时, 属龙的人更愿意依赖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解决问题, 而不会寄希望于神佛的庇佑。 这使得他们的信仰并不牢固, 反而可能因为在关键时刻, 缺乏信念支持, 而陷入更大的困境。 因此, 对于属龙的人来说, 拜佛的实际意义不大, 不仅无法增强他们的运势, 反而可能因为功利性的拜佛行为, 带来心灵上的混乱与矛盾。 那摩大慈大悲观, 使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智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感谢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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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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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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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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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